第四 自己比你慢步 好 回到第四 自己比你慢步 那段片呢 這幾天都瘋傳 話說呢 有一個家長 小孩 被人欺凌 他投訴學校 不果 投訴家長 不果 小孩繼續被人欺凌 於是廢話說話 拿一把刀 就做事 其實呢 臨尾我們見到 不斷插小孩 臨尾的刀 是插到太陽穴 因為吃著那把刀 他拿不回那把刀出來 所以硬多幾下 那小孩是當場死亡的 我見到下面的留言 就大部分 十居其 百分之九十九的留言 都認為他做得好的 這是香港人來的 不是留言 為什麽呢 欺凌人的人 抵擋死 我們真是有時間講了 這件事 他這段片 究竟是何時 哪裏呢 我又找不到那個來源 我應該沒有空 但是呢 我就看回新聞報道 在江西五月十日發生的一件事 最接近的 但那件事是沒有片的 只有一張相片 但那張相片 就拍著那個死者 大打格仔 那個校服就跟這個一樣 我覺得呢 是有點像 現在講一件事的案情是怎樣呢 那件事的案情就是 剛才講的 那個女兒 經常被他隔離桌的那個男孩欺負 OK 回去跟爸爸講 那個爸爸呢 曾經去過學校投訴 去我 警方也報個案 但是呢 都不受理 都不受理 那家長群部呢 他曾經呢 就是有網民 在事後截圖 在家長群裏面講 他說 你打何子旋打得很開心嗎 就是他女兒啦 由開學到現在 每天都罵 每天都打 他回學校想學東西而已 他每天打 每天被人打 很難的 作為家長 我勸過你 你又不聽 他其實有在學校門口 勸過這個年輕人 我不知道你家裡的地址 我只能夠在學校門口等你 現在不會再有一個 講到你的家長了 因為之前有講到你 你不聽的 我會天天在學校門口等你 其他家長勸的 在群組裡勸的 有時候很商量 小孩子 不懂事 多點跟家長溝通 據說 這個小孩子的父母 都是做醫生的 而你的父母 那些同事就說 他們是很開朗的 這兩個醫生 就像 當然啦 我涉及欺凌 譬如我們看那套 宋 宋慧喬那套 有什麼 黑暗榮 很重要 當然是很雅華切齒 欺凌人的人 所以我看到 那些 Facebook中 百分之八九十 九十九 的網友都說 好 只要多幾個這些家長 我們偉大祖國就 什麼 什麼 你自己很 很程序化的 說話 好了 於是 我看完這套片 我又再給大家看了 這個欺凌人的男生 十歲 十歲 是不是值得這樣用 幾十刀 給一個大人 你自己在網上找 拖出去 在貨室上 他不出駕 他不想出駕 是大人 不是那個力 有時看到大人 有點囂張 跟他出去 你猜不到他拿回刀 就對他 為什麼 我不知道他欺凌到怎樣 這個是不是對等 因為你的女兒 沒有死到 你的女兒沒有死到 當然有時死尾一定是最大的 這些事情 包括今天 阿靖的請問給我 我也不特別講 上海 俠川路站 那個地鐵 又有傻佬出來 傷人 拿去把刀 因為在地鐵站 馬上 外邊的人都可以走 傷了三個人 是不知什麼事 這個社會的那種 暴淚 現在 我不是危言順庭 其實 阿靖 我和你做這個節目 我們認識了十年 做這個節目 我都做了八九年 其實看著香港 都向著這個方向走 為什麼 不要說到殺人那麼極端 以前哪有那麼多交曉 打架 你說不是有電話 已經十年前才有電話 1415那麼多 你是看了一些文氣 特別是 其實國內有很多這些法例 什麼保護青少年法例 什麼保護他們受到欺凌 不要這樣 很好 但是做出來往往是出現到什麼呢 因為要保護青少年權力 他是保護了欺凌人的人 所以這個家長去投訴的時候 學校和警方 學校和警方 一來就食案 就是不想搞那麼多事情 二來 他們因為有保護年青人的那些條例 他們都不知道做到什麼 而 老實說 我們看過太多了 譬如我前一陣子看見 其實很多 前一陣子看見 沒有事 沒事 一兩歲 去到那裡 我立刻搞到中國就生氣了 很多家長 都很過分 同愛自己的小孩 大家見過 不用說 好了 好了,我專門播這段片,大家看看,現在十歲,大家是覺得,好,該死還是怎樣,不要緊,我亦都不會去駕駛什麼,只有被人欺負的人,我只是說,社會真的沒有前途,不是因為我良莫了,是欺負人的人都不懂得欺負人, 我小時候真的只有我欺負人,沒有人欺負我的,我從小到大都是,我現在知道,但是我們欺負到差不多,怎麼會放的,為甚麼呢,無謂趕狗入窮行,去爭吼我,一定的,等於,剛才我們說,現在你這樣,遲早就這樣,為甚麼呢,現在你惡了,這個歷史,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在這裏, 你講究竟然有侵犯,就咬夠你了,為甚麼要一張一遲,你不是,你每次都吵那麼一張的,不要說一張一遲,就是吵你,你有沒有一口砂糖一口糞,你嚇都是糞,你又不久給我一口砂糖吃,好了,結果呢,喂,我沒得宣洩,女兒又被人欺負,是吧,他又中了女兒,這個爸爸殺人這個, 很有問題,但是那個對面的父母又送我兒子,又覺得小朋友,好閒而已,沒有教,為甚麼呢,學校當然當然,為甚麼呢, 是呀,小朋友逃交是好閒,因為你兒子是欺負人那個,你當然覺得好閒啦,我說過他就算了,是吧,那不是要我怎樣呀,打死他呀,是吧,那結果你不教呢,就人不被教了, 那現在大家看完這條片,又覺得這個是不是一個合乎比例呢,是吧,對這個沒有了小朋友,其實那個小妹的老爸都麻煩的,他就沒有了老爸,那老爸一定不打把,都沒有其導應的,是吧,我們看完這條片就知道,所以呢,老實說, 被人欺凌者呢,其實可憐人也有可恨之處,你說真的,你會發威呢,你肯發威呢,因為欺凌人的人其實都是很弱的,我覺得, 就是包括我,她是挑選人欺凌的嘛,她看到,咦,你老媽,這個我會發威,她就不欺凌你,那麼多人欺凌人,那麼多人欺凌人,但是, 這個社會呢,這個社會呢,這個社會呢,暴雷到這樣的時候,那些學校,說真的, 叫你什麼,已經是多番這樣投訴,群組都這樣說,你都不去處理,是吧,家仲都要處理啦,就是,你結果, 好,10歲,好了,近來,這個是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我沒有什麼實據,我之前有些在大陸做事的網友跟我講過一下, 但是現在又不是報道了,繼昨天呢,就是我們偉大祖國,又問這些錢,那裡來,那裡去之外呢, 那現在說呢,中國多家上市公司都收到一些多年前的稅款通知書, 那樣都有的,香港要追七年啦,要綜七年啦,我追三十年啦,好, 你如果沒有維持到呢,你已經維持到的,你維持到的,那大家都知道現在是什麼環境啦, 說來現在呢,最大件事就是,OK,是上面的企業呢,就耕若寒蟬,沒有人出聲啦,這個是, 為人民報的報道來的,他說啦,6月13日,13日晚,維維食品飲料股份的限公司發佈公告表示, 該公司近日收到,圓控股子公司湖北茲江酒業股份的限公司轉發的國家稅務總局, 茲江開發區分局的稅務事項通知書,內容顯示, 茲江酒業未按期立稅申報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消費稅, 現在就追去8500萬,維維股份說,上述稅收,追溯徵收事宜, 上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如果公司呢,要承擔保養上述稅款, 那他們就會將這一筆款項計算入,2024年的選益,OK, 如果是這樣的,2024年你本來賺錢的,就起碼賺少了8500萬, 那如果2024年,你沒有贏呢,你是虧呢,再虧一些, 那有得虧的話,沒有得虧又怎樣呢? 現在這些很嚴重,30年,我不知道上面的稅務法例是怎樣的, 香港的7年只保留,30年, 好了,這一節,我真的不知道,我看了這些新聞,我還沒有很感動, 我也沒有至於動容,但是呢,有時候我思, 一想下去,這些環境呢,即是人生呢,都是相當, 真是一個家庭,或者一定要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呢, 你才能明白,或者,我們究竟追求什麼呢, 講來講去都是那些事情,所以為什麼人呢, 去到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呢,往往的追求就不同了, 因為年輕人當然要威,要賺錢, 你年紀大就要健康,希望一家人身體好, 在日本有一個紀錄片,應該是富士電視台的, 就是浪Fiction,Fiction大家知道是什麼,就是小說,假的,Fake的, 浪Fiction,OK,全是真人真事的,他就記錄了, 今次這一集的主角叫做真牛美,44歲, 他就記錄了他這個家庭,怎樣去面對真牛美,患了這個末期癌症, 甚至最後去瑞士,安樂死,離開這個世界,那個片段的, 那真牛美呢,在2020年12月,現在講不久了,其實是三年多之前, 就發覺染上這個子宮頸癌,但是最嚴重的是, 患上較為罕有的HPV類型的子宮頸癌,所以癌細胞擴散速度很快, 當然啦,四十幾歲,他有個女兒,讀高一高二, 有個女兒,讀小學,二三年級,尤其是作為媽媽, 去到這樣的年紀,這麼快就要面對生死, 最難放下的就是這小小朋友,OK,就算你七到八十, 有時候都未必,如果你覺得那些小朋友,譬如未達到你的要求, 或者未有成家,你都會擔心,從何方,就是這麼小, 但是呢,他有什麼治療方法,他都去嘗試, 也有去轉不同的醫院,但是身體都沒有好轉,OK, 那在確診幾個月之後,就是2021年的年頭, 癌細胞就擴散到其他器官,轉移到陰道, 甚至乎到了2022年11月,就轉移到胰臟, 2023年2月轉移到肺部, 2023年10月,即是說9年10月, 就轉移到頭皮和頭腦裡面, 基本上已經是失救了,沒有什麼治療方法, 更加最後不幸的就是癌細胞, 最後就轉入到腦裡面, 然後頭皮,去到頭腦裡面, 很自然你都想到, 因為去到腦裡面,醫生判斷很快都會失明, 看不到東西, 身體呢,如果出去是障礙, 你轉入到腦裡面, 可能神經控制不了你的手腳, 好了, 除了高癌的醫療費用之外, 當然, 身體上面的痛苦也都不斷折磨, 爭頭尾, 他在X上面發post, 他就說自己被癌症折磨的痛苦, 亦都同時開始萌生, 要安樂死這個念頭, 他說在治療裡面最辛苦的, 並不是腫痛, 而是沒有希望, 從來做人都是這樣, 他說如果可以求生, 他絕對不想求死, 但是去到去年的11月, OK, 就是說, 他被告知, 藍細胞轉入腦裡, 可能讓他失明或身體出現障礙, 呆之後, 他就下定決心要接受安樂死, 亦都跟先生商量過, OK, 但是呢, 他兩個女兒去年的時候, 一個是讀高三, 即是4M6, 一個讀小龍, 兩個準備考大學和升中學, 他實在是不知如何跟兩個女兒說, 自己想接受安樂死的消息, 其實這個病都糾纏了兩、三年, 即是過去兩個女兒, 都是看著媽媽, 由一個健康的媽媽, 越來越弱, 已經這樣了, 那麼, 當然, 真的被我先生聽見, 他想安樂死, 初次都很震驚, 因為, 就算幾秒網都好, 都希望他去醫治, 實際上做家人, 但是呢, 難過之外後, 即是成年人, 過一段時間, 也接受了, 因為, 真的這樣在埋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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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 大女兒一開始, 就明白媽媽有決定了, OK, 但是, 小女兒, 小學那個真是, 大家想像, 真的很難接受, 於是, 他們, 日本人用Line, 跟台灣一樣, 就問媽媽, 其實我有劇圖, 不過, 我後來沒有用這兩張圖, 因為日文大家都不懂得看, 大丈夫, 大丈夫, 就是這樣, 她說, 媽媽要安樂死, 可不可以遲些先, 真牛美就說, 沒有呀, 我想留下一個比較好的一面, 就是留美好回憶, 因為不然之後更差, 她說如果再遲些, 可能去不到瑞士了, 然後呢, 她們在聊天途中, 甚至乎, 真牛美跟她兩個女兒道歉, 對不起呀, 媽媽病了, 其實她是真的會跟兩個女兒道歉的, 作為一個媽媽, 那個女兒都很懂, 那個小女兒, 真的很懂性, 媽媽病不關媽媽的事, 媽媽沒有錯到, 但是為什麼做老母會有這樣的心態, 因為她照顧不到兩個女兒成人, 她會覺得有協議, 我們男人都未必明白的, 好了, 跟著家人都理解了, 於是乎就起程了, 這裏我就真是最難搞了, 這裏, 媽媽臨起程之前呢, 和爸爸, 就準備了一個想冊作為道別禮物, 然後呢, 兩個女兒呢, 就在機場, 和爸爸媽媽, 真是送機, 嘩, 這一下真是難搞了, 真是如果,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有考試呢, 還是怎樣呢, 還是不想她們見著媽媽這樣離世呢, 真是很難決定的, 正常我們想的, 一家人一起去瑞士, 是吧, 他們不是, 兩個女兒是留在日本, 在機場送別, 哇, 這個送別, 我想起都, 無管動啊, 新來原來就是死別啊, 是吧, 嘩, 真的很難啊, 好了, 那, 在機場裏, 兩個女兒, 和媽媽說 goodbye, 當然, 她們很難過, 不過, 在告別時候, 仍然盡量表現開朗, 大女兒, 或者小女兒, 因為不想媽媽擔心, 盡量表現開朗, 嘩, 這些戲怎麼做啊, 對吧, 就算移民都頂不順啊, 有些人, 還何況這個就是死, 就是這一別, 就沒有了, 好了, 但是告別之後呢, 攝影機呢, 因為這個是Documentary, 就是這個, Long Fiction, 那裡拍的嘛, 也都拍到兩個人, 流淚不止是模樣, 那麼, 媽媽過關之後呢, 那他們呢, 一見到媽媽, 在那個關那裡出來, 他們立即都抹掉眼淚, 即是怕媽媽轉著面, 會見到他們哭的樣子, 好了, 原來他們兩夫婦呢, 真由美兩夫婦呢, 是從來未出過國的, 即是我們香港人很幸福, 常常可以出國玩, 第一次出國呢, 竟然就是跟真由美走, 最後一程, 那麼, 去到終點之前, 還有兩日的, 這兩日呢, 兩夫婦在瑞士街頭觀光, 說我真的不能夠想到, 如果我, 就是要跟我親愛的人, 我另一半, 即是, 你是明知, 有些死亡是不知不覺的, 甚至乎, 有個人有病, 你不知道死神何時才會帶走, 雖然那個日子很快, 但當尾是有個日子, 就是安樂死, 那兩日, 三日, 你要有多大, 要多豁達, 多深暗, 世情, 你才能夠, 真的很難, 很難,很難, 那麼, 在酒店的時候呢, 阿真由美都把握時間呢, 就逐個, 逐個, 朋友寫信去跟朋友告別, 甚至乎呢, 也都用Excel呢, 交代了老公, 未來幾年, 要給一些卡片的女生, 我想她一定是, 一年一年寫, 即是教女生的東西, 趁女生的年齡, 那個事業, 學業的狀態, 那麼, 在林安樂死之前那一晚呢, 還錄下那些影片, 那麼, 就用來, 慰藉在未來, 失意的時候呢, 她的女生可以用來看的, 臨到那天, 她的老公呢, 就撥通了, 我現在讀, 我也覺得, 有些, 有些, 什麽, 根煙, 你如果看那段, 你知道日本仔, 加上一些配樂, 就撥通了視像電話, 就等兩個女兒, 陪著媽媽, 走到最後一程, 是吧, 曾由美一直呢, 她的老公都是忏忏忏忏, 所以, 家裡都是強勢的, 去到這裏呢, 都頂不住了, 因為, 作為一個媽媽呢, 就一定是這樣, 就是, 不能夠回應兩個女兒的支持, 不能夠照顧兩個女兒的成長, 很不甘心, 五人生就是這樣, 很多不甘心, 那最後呢, 曾由美自己呢, 打開了, 那支針, Inject, 那, 很快就走了, 那這個, 他走了之後呢, 曾由美的女兒呢, 就考入了第一志願的大學,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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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他們真是OK啦, 其實, 好在有爸爸, 好在有個姐姐, 但是, 其實爸爸都很, 很難頂啊, 所以, 他們三個人一定要互相支持, 那, 好在現在有科技啦, 就是, 媽媽都可以一早留定很多, 啊, 兵足啊, 或者是安蠅的影片啦, 其實真是很難的, 始終我經常見到這些東西, 你不是七老八十的嘛, 就算我老爸老媽, 譬如我這樣, 喂, 七老八十走, 已經是正常的, 你都會有, 唏噓啦, 我不要說什麼啦, 總何況, 就是, 在成長路上面, 就是應該還可以走得好些嘛, 你說人生, 是幾難觸摸, 是吧, 就是, 我們仍然都說過一句啦, 就是, 現在有時候, 追求一些東西, 就是, 那些是對的, 你想做的, 真的不用怕, 真的不用太怕的, 因為人生很短, OK, 我們先看一些相片, 那, 這一個呢, 就是阿曾由美, 臨出發之前, 準備了, 給他家人那些紀念上閘, 你看到, 別人日本人, 就是一個普通家庭, 普通主婦, 甚至乎, 都不是說很漂亮, 但是都不差, 別人的編排, 別人真的有, 真是, 別人有國家高級, 這些就說, 不用說的了, 是吧, 好, 再去, 這一個, 你看到, 2020年10月, 就最初是自治公頸牙, 三個月後, 第一個轉移, 然後, 第二, 然後, 2021至2022年, 那些久一點的, 就是未去到那個肝, 那裡, 然後, 肺, 頭皮, 頭腦, 和腦, 其實, 都, 這幾年, 抗病都很大折磨, 幸好, 這一個就是, 兩夫妻, 在瑞士, 就這樣看都沒有什麼病容的, 那你就會明白, 但是, 可能她, 真由美都想在, 一天是辛苦, 二天都, 就是, 所以, 討論, 其實, 在我來說, 我覺得是爭議性大, 但是, 我覺得, 在足夠成熟的人, 和醫療團隊的判斷下, 那一刻, 我真的絕對贊成安樂死, 否則, 你想捱到怎樣, 是吧, 好, 再去, 甚至乎, 他們會在那裡, 就是用Excel, 你看到, 真的沒有, 不知道, OK, 好, 下一張, 這個就是安樂死, 那, 他有那個注射物, 就插在手上, 那, 像呼培, 你說, 我講真, 各位網友有些想像, 如果你要, 要和你的另一半, 但是, 另一半已經去到這樣的環境了, 留在這裏, 亦都是慘痛苦, 說, 真的很難頂啊, 還有, 他先生, 一個男人, 照顧兩個女兒, 說, 幸好, 兩個女兒都開始大, 那, 和兩個女兒Fair Well, 好, 最後, 應該這個就是注射, 就是, 這個是Captal來的電視, 現在的技術就很快, 毛痛, 嗯, 嗯, 那, 好像, 好像給麻醉藥那樣, 就, 就,就,就走了, OK, 好, 好, 謝謝,